是否才是來看台南新贏一間 陶田處長的保護車 昨天沒有兒子 兩個人死亡 還有一個四歲的十五年 不正是在家後北房地治療 台南市的小鳳教室 這次說 會是對一老的客廳開始燒 因為客廳有很多燒起來的中鳳的材料 所以會是穿得很快 不過上次的會員還要調查 回到現場陶田處外面 黃昏跟黑媽媽 門口亂七八糟 可見火災有多大 台南新贏這間騎家 二五個步發生火災 昨天處來臨生越煮到她兩個 又很小孩的小孩受困 媽媽跟三歲的十五年 上一後選擇不敵 四歲的十五年就在生大 給北房給在當中 總控還沒穩定 他們都會牽出來散步啦 很可愛啊 很可愛啊 储比表示他們一塊火的感情真好 去年十月車 專家做火 替四歲的十五年輕舊生意的商品 又在臉車上面 但現在已經變成對於 他們的客廳就都火了嘛 走到那裡還有機車 所以我就說這樣 沒辦法 沒辦法 本來要拿妹子去家用 走出來的時候 看到他們一個 應該樓上他們那個女子 有沒有看 很糟糕 廚比表示有看到客廳有火更加烏煙 現場經過火調人員在那裡 調查也快點起火點 是在一樓客廳 因為剛才以前的故事 裝潢沒風火 這造型火石快速打開 就市的裝潢裡面 大部分都是用一些易燃性的裝潢 材料裝潢 所以火石一旦燃燃以後 他就會很快 尋找那個裝潢 往樓梯間往樓上 快速的蔓延 雖然當時火石 真正向樓上燃燃 但臨時 沒辦法三人 睡眠的二樓 會驚訝 到稍後分毀去 沒辦法應該是 吸到太多烏煙離難 黑暑的禁止補 離清起火的原因 記者檔環務面交官 台南報道